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就共患难 而且是欧洲人这两天很愤怒 我周围的欧洲人昨天这个事情出来大家都很愤怒 这个是战争了他们觉得 那要怎么办呢 他们觉得要像美国人一样干点事情了 这个我觉得是最恐怖的 要发动战争吗 战争已经发生了 战争已经发生了 巴黎之后轮到比利是这样子 而且比利是针对欧盟 其实等于是 我有一个很幼稚的问题 这个伊斯兰国就灭不了吗 它比较复杂的地方是 你如果真的要军事上消灭它 那就要出动地面部队 不是现在这么天天炸着炸着就能搞得定 但是经过美军当年打伊拉克打成那样子之后 今天对于出动所谓地面部队这件事情 大家都有点头疼 第二就是 这个牵涉到伊斯兰国 服务员是牵涉几个国家的 有叙利亚有伊拉克很复杂 然后到底哪个国家出兵 大家这是什么样 这要不要联军要怎么样 背后的政治上就很复杂 你俄罗斯跟北约 大家立场也都不一样 太复杂了 是消灭得了 完了后面可能再出了个别的国呢 对啊那你万一来个新伊斯兰国 那个纸牌屋里面不是说了吗 他有一个办法 抓了他们的头 然后呢叫他们停就停止战争 然后把那个头去扶植成伊拉克的新政权的 这个总理或者什么 就跟他们做一个交易 但是现在一般来说 美国人是不跟恐怖分子谈判吗 就不能做这个交易 如果你要黑到像纸牌屋这个里头 去跟他做交易 但是 就是说你说这纸牌屋 对纸牌屋也是我学习恐怖主义 一个主要的来源 就是你看照我纸牌屋里边的这个讲话 有个中央情报局那特工不就是说吗 说现在大批的难民正在在某地集结 对吧 他们当中多少人都拿着武器 那么那个将军就问了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吗 他说你要真解决目前这种情况 你就把那个地方灭绝 你真的意思就是没有这个官兵 不是民兵不分 但是且别说这边纸牌屋的事了 我就说这个欧洲 这个这真是战火烧的家门口了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惊天霹雳一般 你看现在就说法国人还爱画画漫画吗 说法国和比利时难兄难弟 再看下边 你看这是外国就爆炸发生的地点 一个是机场一个地铁 是吧 然后再看这个这是机场 一个后级大厅 听说还是接近美国那个航班的 那个那个check-in的地方 那你再看 炸的一地狼藉 再看这个再往下看 这个到我们现在录像时为止 好像遇难人数34人 是吧 34人 这是地铁里的爆炸 这地铁里的 听说是怀疑是自杀式炸弹 这个袭击 对 这是受袭的人群 这是抓住了一个嫌犯 当然现在一般的消息说 有可能也跟在布鲁塞尔抓了 这个巴黎恐袭的一个嫌犯 是不是他们有报复 有什么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也不一定 他们说因为那个消息出来才四天 说真的那么快 他们就能够组织起来 有可能是因为那个人落网以后 使得其他本来在筹划的人认为 我们要提前开始了 因为不然的话 我们也被抓了 有可能是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你注意到 他恐怖袭击 这两个地点 都是安检 其实特别难做的地方 就过去 你像911 他是截一架飞机 对吧 他得通过多少层检查 他可以上到飞机 他现在是在你这个check-in地方 谁都拿着一个大包 对不对 那个前面是没有任何人来查你的 谁都推了个大行李 咔咔咔这样过去 还有一个是地铁 地铁你是更难查的 我昨天看那个新闻报道 然后他们就在讨论说 那我们以后 那要不要在机场外面 check-in之前就开始来检查 那他可以在你在外面 他再给你来一次 所以你这一道道 你的安全线往外推是没有用的 他们一定还是能够在你最外围那一圈 跟你去收拾 不过你越外围 就起码人群聚集程度 可能好一点 比如说像中国 像新疆 就是在机场 当然北京现在也是 进去的时候 我们只先扫一遍 但在新疆的话 他基本上是有一个很严格 就跟你里面的安检 差不多程序 印度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倒可以做 其实他们应该学中国了 我觉得地铁在也都得 伊拉克的安检是最严的 过五道关才到了 最后去check-in那个地方 但是一样 还有一个说地铁吧 你说其实真的要像我们那样子 每个人进去都要查 会非常大的事 就很多的时间 就很不方便 所以郭根到底 应该还是是在 有准确情报的状况下 这样做的是 能够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 是最有效的 你光靠你大规模 这么去安检去来人 估计是比较困难 我现在就是比利时 我只是路过过 你们俩都在比利时待过 是吧 有什么印象 对那个爆炸的地点 比利时特别是 布鲁萨尔 我上次去说 他们说他们叫他 就是布鲁萨尔 Bubble 就说这个地方 它像一个气泡 就在里面的人 他们觉得自己 像一个小王国 就跟外面不是很接触的 因为你想有欧盟 有北约 有好像就各种 这个全世界 这个高端的东西 都在那里 叫欧洲的首都 但是呢 他这个Bubble 我现在看了 好像也是他 就在中心地带的人的 这个Bubble 这个泡沫 很厉害 他跟外面的那些 相对来说 偏远地区的人 接触也是非常的少的 布鲁萨尔 还有一个就是 他主要是在英国 法国 还有是 荷兰 是荷兰 中间嘛 他进出 对 海峡 那个列车 最后是到那边的 他进出很快 对 而且呢 通道 我觉得在那找工作 可真不容易 你看 他要英语 法语 荷兰语 对对对 我就是看见一个 就是说那里的 这个北非中东裔的 这个移民 或者是移民二代 现在出了这个事 当地就有人就说了 说美国移民第二代 这个就能选美国总统了 他说但是在比利时 这个地儿呢 移民到第四代 还有年轻人去参加 这个圣战市 他就 这次提出了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 叫莫伦贝克 比利时的一个地方 听说过 莫伦贝克 被称为恐怖主义的温床 是 这个地方居住的很多居民 都是这个北非中东裔的 这个以穆斯林为主 然后呢 很多圣战士 青年人 就是从这个地方 踏上征程 那现在就是说怀疑 就怀疑恐怖分子 这次制造袭击的 也是来自于这个地区 就是说 他们就在讲这个 找工作 我现在觉得这个事情 真难办 这要是徐老师在 那就是这个悲观论 就是说 因为你看 所有外来的这个移民 他们有一个统计 接受面试 找工作 接受面试 获得机会的 本地人是他们的三倍 他就说 当然没有人跟你说 我是因为你是穆斯林 所以我不让你找这个工作 没有人这么讲 相反 大家对这个话题都非常的敏感 可是呢 你就是很多人找不到 找不到工作 他们这个 你像他调查 有一个叫 这个地区 有一个人叫什么 亚新的 我看他们采访 有这么一个人 他就说 我大学毕业 我有硕士 有什么 我不想干体力活 我不想像我父亲一样 当建筑工 我想到个大公司工作 他说 可是我找了多少家 没有人要我 也没有人告诉我 不要你是因为穆斯林 他但是就是没有人要我 那么 那么就是慢慢的 他就觉得在这个地方的 很多年轻人 说这个大概当地有个妇女就说 说这个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整天在我们街上闲逛 他不整出点事了 那才怪呢 不过比利时 我们这么看 这几个国家情况都不一样 首先美国 你刚刚讲美国移民二代 美国跟欧洲就已经很不一样 美国是一个 首先穆斯林移民比较少的国家 相对比欧洲 欧洲吸收了大量中东跟北非移民 美国很少 地理上的关系 地理上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能够很简单的说 美国是不是移民政策比较成功 还是文化同化比较成功 不一定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其实从文化或者政策上 最接近美国的在我都是英国 在处理移民或者文化的多元问题上面 但英国不是照样出移民二三代 当恐怖分子去了吗 对不对 那所以这就不能一概而论 接下来再讲欧洲之中 比利时又很特别 比利时这个国家 我觉得很麻烦 它跟 它为什么会成为这所谓恐怖注意温船 它跟欧洲别的国家不一样 你别的国家也有很多是双语的 三语的 那你瑞士怎么办 对不对 但是比利时的问题是 它本身这个国家就是隔离的 它地方主义很盛行 你布鲁塞尔跟安特 魏普跟根特 大家都已经觉得是不一样了 然后他讲和语 讲法语又是分开的 他们讲和语的警察 和讲法语的警察还不合作 对还不合作 它本身就是个社会上 就是重重的 就是分隔的一个地方 你一个移民来到这样的社会 你表面上它看起来很华美 很光鲜很开放 但是一个人一进去 就是被隔进一个小隔间 但是都是透明玻璃隔间 那你这种情况是最容易诞生这种问题的 而且它又很吸引人去 我听说我在那边碰到过一个中国人 他就跟我讲 说特别愿意来这边 很多那个难民移民 说你即使你是非法移民 你来了 抓住你 没有证件吧 送到海边度假屋去 先待着 每天给你发那个零花钱 你就待着吧 然后一直在省里省里 最后还能让你进来 所以一方面 他进来以后的处理的问题 是比较困难 另一方面 他又很吸引人去 而且他当地呢 还有个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说 他的这个穆斯林社区啊 不像其他地方 他有本地的那个imam 就是叫什么宗教长老 就是带他们念经的这样一个首领 比利时的这些人啊 他们好多是从外头来的 他当地没有本土的imam 流动性很大 好多人就直接从沙特过来 他带着一些原教旨主义的 这个东西就过来 你看啊 这个我觉得现在就说是 所谓这种激进青年啊 他的这种群落性的活动方式 就像咱们想到互联网 现在有一种就部落式的 这种活动方式 跟老一代人不一样 他们讲就说这个 莫伦贝克这个地方啊 就说比如说比利时 可能有三百座清真寺 这个莫伦贝克这个地方 就占了二十多座 传统的像这个中老年人 他们就是去这个礼拜嘛 大清真寺做礼拜 但是那些有一些失业的年轻人 他们越来越倾向于 你看首先他在家庭教会一样 对他在社会上觉得忙无所欲 对吧 悠悠逛逛 找不到工作 在这个时候呢 他觉得有一种茫然 也是说说我只有在清真寺那里 我才觉得心灵的安宁 可是他不是跟着他父亲 去那个大清真寺去做礼拜 他更多的是去一些很小的 就像你说的家庭啊 或者某一个朋友家里 听一些激进的阿拉伯的歌曲啊 听这些激进的一些个宣传 他更多的像是这种小团伙的这种活动 其实这就是今天的恐怖主义的面貌的最新的特色 它就是互联网时代恐怖主义 互联网时代大家常常关心的就是互联 所以中文翻译是有问题的 他们其实更多不是互联 是自联 就尤其社交媒体出现之后 比如说大陆我们今天中国 我们就不都讲朋友圈吗 对 你把它想象成 他就是一个一个朋友圈 你等于想象 把所有欧洲恐怖主义者想象成 他们都在一个朋友圈 那个圈里头的东西 就他们知道 比如说你的朋友圈的东西 外头也不知道吧 没错 对吧 你也不晓得他们在谈什么 他们天天在聊 而这些人越聊呢 肯定都往一路子走 越往一路子走就越激进 比如说一开始跟他说 哎呀我就瞧都文涛不顺眼 对我也老找他不顺眼 你瞧不顺眼吗 揍他吧 好啊揍他 宰了他 就越谈越激进 都这个样 而且呢是圈圈套圈圈 圈外有圈 对吧 他一直连到了这个中东 是吧 而且这个伊斯兰国 他为什么现在觉得 他很恐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说的像这个朋友圈 他不是一个垂直的 我有个首领 下面有一级下来 他不是主持的 对他是横向的 就扩展 哗这样一下出来 巴黎有一个恐袭 他们可能朋友圈 还去点赞了 对吧 就有其他的人 就给他去点赞 完了呢 咱也搞一个吧 就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说的 人工智能的那种分布式 对 它是分布式 并行计算的 是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 广告之后见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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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啊 什么叫网络恐怖主义 我觉得咱们现在聊的这个 就结合上咱们现在对于网络的一些认识 我觉得就是并行计算啊 是一种很难中断的结构 就是过去你看人们研究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 就发现你要是线性的单向的 这就像咱们这个电路 你这个并联的 他断了一个不怕 他就像人的这个大脑啊 过去说说哎 什么地方比如说拴住了 但是为什么这个人慢慢又又又又 活过来了 又又又痊愈了 他别的通路打开了 他类似于像互联网的结构啊 也是这样 所以叫蜂窝嘛 你看我过去不知道手机上怎么来 有个蜂窝结构 就咱们用的这个电话交换机系统啊 就都是蜂窝结构 蜂窝结构就是网状结构 网状结构就是说啊 他有无数个绕道 对 他有无数个绕道 你就想这些个有极端思想的人 他们的这种蜂窝状的这种联系 并联的这种方式啊 简直是很难查 很打断了一条 他在另一个方向上朋友圈连起来 包括他们的钱 的流出流进也是这样 伊斯兰国不是很有钱吗 是打赏吗 打赏吗 对 比如说你炸了 他就说来打赏 谢花 然后他那种 他的那种钱的流向 比如说大家一直盯着伊斯兰国 就怎么样砍断他财源 说怎么砍断他石油 怎么样 但是他很多种买卖生意 他经营毒品啊 然后各种的非法业务都很多 但基本上整个钱的流动啊 你是砍不断的 没错 太多条路线了 过去咱们的战略讲叫 秦贼先秦王 你看把拉登给击毙了 他不就是秦贼先秦王吗 但是你现在发现呢 对网络不行 你看对网络的研究是 网络是个没有中心的 叫去中心化 他没有中心 他这个网状结构啊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这个东西很玄妙 他这个每一个都是一个 自组织的系统 比如说咱们仨就是一个 自组织的系统 但是咱们有跟那串着 一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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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共同构成了一个像宇宙一样的 这种像神经元一样的这种连接 真的是你去掉哪个中心呢 你去掉哪个中心 你都发现他弄不死他 那你怎么办 还有一个我在想是谁把他们变成了 他们自己跟自己的朋友圈玩 而不跟其他人玩呢 其实我看很多报道经常就说 反正一出来这种事情 他们就说贫穷啊 这个事业率低啊 然后他在社会上有玻璃天花板啊 这个当然是很多原因 而且我们看到这种原因 现在都已经觉得是一个定势了 但是我始终觉得我还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 到底是哪一种心理状态促成 他要去干这个事情 我最近我就有一个 有一件事情会让我就觉得说 我好像感觉到了是个什么原因 我们朋友里面啊 就有一个人 其实他是一个穆斯林 就平时大家玩的都挺好 而且他是个很世俗的一个穆斯林 就除了在饮食结构上什么 跟我有些不一样以外 其他大家嘻嘻哈哈都没事 后来呢 他最近因为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聊天 在讲什么天主教的事 他就会很敏感 你们聊这个宗教为什么 为什么不谈谈我们 我觉得很奇怪啊 后来我们跟他在聊慢慢聊 他就说可能这个东西是 慢慢跟他以前的经历有关 他以前呢在北京住着 他就发现别人对他的这个身份很好奇 就老是盯着 你是一个穆斯林 然后出了什么事 这种事就来问他 慢慢就后来他跟一个非穆斯林去谈恋爱 就更就被很多人说 就慢慢是这个我们所谓的主流社会 我们老说他们不容进来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主流社会 不断的在提醒他 你的是你是这样一个身份 你是外人 对你是这样一个 然后慢慢的他就会很在意自己这个身份 越在意越发现 我这个身份里面有很多敏感的地方 慢慢慢慢他就会归到他那个身份群落里面去 所以我觉得一句讲 太太对 因为我后来我读过一些台 一些人他怎么他字数 怎么变成恐怖分子 但是后来又被抓他两个字数 通常都有这个经验 就他可能一开始 比如说英国那一批最明显嘛 那几个砍人头那些 他甚至不是贫穷 他也不是遇到玻璃天花板 他就是个大好青年 念大学学校泡妞 踢足球队 然后去看曼联比赛 跟一个小孩完全一样 他就常常被人说 你是个穆斯林 你怎么样 然后他就总觉得这个身份变成是个负担 通常觉得自己身份是负担 这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 想彻底的告别这个身份 割裂他 第二种是怎么样 就好奇我这个身份是怎么回事 要找到我这个身份的根源 他有时候会一下反过来 就变成由于大家都针对我这个身份 这个身份是我的负担 他使我自卑 但是我今天遇到一些人告诉我说 你干嘛自卑 你应该自豪 身为穆斯林有什么可耻的 你知道真正当穆斯林的真意是什么吗 那些人都白痴 他拿懂我们穆斯林的伟大 有道理 你开始有信心 再回去再讲 穆斯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 我们伊斯坦是最怎么样 现在这些西方国家 他都很堕落了 你不晓得吗 看看好像对 你平常爱玩什么 老泡酒吧什么 喝酒呢年轻人都爱喝 但是呢 你要想想看 我们真正的穆斯林不搞这个 你不跟他们喝酒 他们瞧不起你 你还瞧不起他们呢 你跟我们在一起吗 你可以瞧不起他们呢 你何必要跟他们掺和在一起 一步一步一步 通常这么走进去 真是 对 后来我那个朋友说 他如果相比较的话 他会觉得说 他以前在北京会觉得 那种气氛 他是穆斯林身份会很敏感 但相对来说 到了香港 我听好几个 那个穆斯林跟我讲过 有中东的 有中国的 他们都说 香港社会好像不太一样 你哪怕戴着头巾 坐地铁 都没有人盯着你看 他们觉得在香港 会相对觉得自由一点 后来我还看了个报道 就特别好玩 说那个深水部那边 有一个穆斯林啊 开了一个 他卖手机 卖什么的 他说香港人真好 对我们真宽容 说我做礼拜的时候 他们不但不来 这个干涉我 反而跟我说 你帮我跟 那个你们的神说一说 让我也发财 这太香港了 这种宽容精神 对吧 所以说香港人 拜的佛叫什么佛呀 连卡佛 对对对 香江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但是这个香港啊 他有另一件事 让我也想到比利时 他们老聊那边的青年人失业 找工作的问题 我现在觉得 这个就业平等啊 实际上必须是就业照顾才行 为什么 你比如说你看 你大陆人 你在香港弄一个公司 你要请大陆人吧 你请内地人吧 你要证明 为什么这个工作 不找本地人 而非要需要是内地人 其实这个思维 对任何一个雇主来说 都是合理的 你明白吗 我的意思是说 他不见得想歧视你啊 但是我这公司招人 我不招本地人 招你这个外来的移民 你可能连路都没他熟呢 你这个 他这个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保持这个就业平等的正义啊 实际上我要略略倾向于你才对 对对吧 因为你总是比本地人会有一些个可能的劣势 所以为什么在教育上讲 平等就会变成affirmative action 就一定是所谓交往必须过正 是啊 对 这就是这就是民主的本质 他就是要让弱势群体少数人要去收益 比如说你刚才讲到那个瑞士 他们不是几大语言 法语德语 那个意大利语 还有一种叫罗曼时语 就1%的人讲 那1%的人他们呢 自己其实都会讲德语法语 他都会讲 但是他们政府还拨款 给罗曼时语开电视频道 开广播办报纸 给你钱保护你的语言 对 这样的话你才可以 就真正是叫平等 其实就你说的政策倾向 只能是这样 可是呢 但这个东西又不只是就业问题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就业 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很多跑去参加ISIS 那些年轻人 他其实没有就业问题 他纯粹就是一种 真的是 现在过去常讲的 所谓恐怖主义温床 什么贫穷 就业 这当然都很严重 但现在越来越观 被觉得重要的就是 他的那个身份敏感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 包括我自己觉得 我们中国真的要很小心 因为有时候 我今天在网上看到 有时候出这种事 那我就会很看到一些网民 就直接就开骂 就说穆斯林 就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很敏感 这种东西 如果网管 他们真的很敏感 我就这种东西也得留意 因为 所有这些话都在刺激 我们自己的穆斯林群体 我觉得今天有时候 我真的看到 我们有一些穆斯林群体 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一些 你真的觉得 他们受到的那个待遇 其实是会恶化 我们现在可能 已经存在的一些问题的 有吗 我觉得大体上 中国人好像 你觉得没有吗 难道你没听过 维吾尔维族人 有时候去住酒店 人家不让他住吗 还有一个 沃尔班江 沃尔班江曾经在 还有一个我特别担心 就是说 像我们看 比如说在德国 或者是在其他国家 他在欧洲 我们讲 这个人是右翼团体的 如果他讲 我反移民 我怎么怎么样 我们知道 这个人是右翼团体的 但在中国 其实没有左右的标签 我们的政治光谱 是不清楚的 大家就是一团 就是民意 对吧 那你如果是知道 那个人是右翼呢 你大概会把他 签定在某一个框架里面 去来考虑他这种行为 他这个言论 你甚至觉得我可以 但是我们这样 就是一团 我觉得我们就是 大部分国民 好像还没讲究到 这么一个程度 就是这个问题 就不讲究嘛 对 我们通常都是 极左极右 极欲一声 很多网民 有时候你觉得 他极左的不像话 有时候又右的不像话 对 你弄不清他什么立场 他细路的宽 要来什么就来什么